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名男子在街头冒充军人芯片 借口竟是没钱为战友买生日蛋糕 虚构支付宝花北提额呈诈骗手段 警方破获系列诈骗案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发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整治电子商务领域 违法失信行为 鼓励在已有的限制新设立账户等 13项联合惩戒措施的基础上 结合地方实际创新制定联合惩戒措施 以提高失信成本 此外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修订后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将由原来的每小时20公里 调整为每小时25公里 那新的规范将在2019年的4月15号正式实施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段上海民警执法的视频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很多网友看了视频之后 都纷纷为在执行任务当中的这位民警的行为点赞 视频中警察正在对一位围停车辆驾驶员现场执法 驾驶员声称 牌照没有 驾驶证也没有 无关人员警察 刀开第一次警告地 把驾驶车拿出来 第二次警告地 把驾驶车拿出来 第三次警告地 把驾驶车拿出来 无关人员 刀开警官将使用警线 据介绍 视频中的事件发生于5月13号 在上海一处开放式公园 某幼儿园的家长们在这里搞活动 由于众多车辆围停战道 执行交警于是贴条抄告 并发现了这辆无牌车辆 而驾驶人也是现场参加活动的家长之一 期间经过口头传唤三次警告之后 这名驾驶人仍去过拿出行驶证 随后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 此时驾驶人的亲属则在一旁阻拦执法 随后警察使用警棍 两人一起将男子制服 在执法过程中 警察还多次提醒无关人员闪开 最终在驾驶人亲属的叫喊声中 驾驶人被警察带走 民警的执法全程有多名群众为官和拍摄 随后民警对拍摄者做出了提示 我现在跟你说 你拍可以 但是你不能断章指引 我会整断传的 你要传你就整断传 出了事情你自己负责 OK 没问题 OK 好 你已经交代清楚了 该视频上传至网络后 大家纷纷对民警的执法过程点赞 你有理有据 然后你按照规定来办事的话 那肯定还是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的 蛮赞同的 因为它执法过程都是比较合理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视频 那个视频上传的话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 从头到尾 非常明了地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民警曾经连续三次警告当事人 并在行动之前提醒无关人员迅速撤离 那这一系列的执法行为被网友称为教科书士的执法 而最近网上又出现了教科书士执法的第二集 这一次事情发生在贵州辟捷 这一幕发生在贵州辟捷 贵州省毕杰市纳拥县环城路 当时民警正在对一名涉嫌酒后驾车的驾驶员进行检查 从视频上可以看出 这名驾驶员态度消极 并不打算配合检查 听不懂毕杰话是吧 不懂 我跟普通的普通话告诉你 双手放下 第一次脚高 垂直放下 放你身体两侧 掌心向前 这样 对 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 随后民警要对这名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并详细告诉了驾驶员检测方法 但是驾驶员仍不配合 随后民警在对驾驶员连续三次警告都无效的情况下将对方强制带走 目前这段视频在微博播放已经超过35万次网友将这段执法称为教科书式执法第二集 同时大家都在为这样的执法点赞 5月19号记者联系上了参与当天执法的民警 他告诉记者 视频里文明执法的民警名叫任志恒 实际上这个视频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去年也就2017年6月份 是支队组织的这个酒驾夜叉行动里面的也是很普通的行动 像这样的视频其实也有很多 但就这一个视频没想到事隔一年 将近一年吧就意外走红了 刘警官说教科书式执法之所以这段视频会走红网络 他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大众能够更加理性客观的看待警方的执法过程 那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本来目特约评论员张斌 张斌你好 你好 朝东 来谈谈对这件事你的看法 警察按照相关的条例和正确的操作规程来执法 无疑就会获得老百姓的一个用户 这其实恰恰是我们警方执法必言违法必究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但是在我们给警察点赞的同时 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按照我们的说法是教科书式的执法 既然是教科书就意味着它是一种正常的操作 那么警方的一种正常的操作 为什么成了大家热捧的一个对象呢 显然这里面还有我们社会原因构成的一些因素 比如在过去啊 有的警察不按流程来执法 甚至采取的一些违规的暴力方式 受到了民众的一些反感 那么这些年呢 我们看到随着警方的对于相应执法要求的进一步的明确和监督的加强 警方执法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文明了 但是呢 碰到不明势力的群众或者一些啊 这个情绪异常的一些人的时候 警方往往呢 给公众的感觉是一种弱势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看似是服务人民 其实损伤了警察的相应的人身的安全 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堂课上得好 这既是给我们人民警察上了一堂如何执法的课 也是给我们老百姓上了一堂如何懂法守法的课 全民构建法治社会 这是我们一堂必修课 我觉得未来像这样的教科书式的例子越多越好 好 非常感谢张彬老师的精彩的评论 好 在这里我们也争取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有军人向你求助 你会帮忙吗 最近在北京的海淀区 就有两位自称是军人的男子 他们以没钱为战友买生日蛋糕为由 向路人兜售所谓的军用望远镜 2018年4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接到报警 有人身穿军装在四环路附近行骗 当时咱们是4月22日下午13时许接到了四主报案 报案人就说这个在四环边上被两个穿军装的人骗了1000块钱 当时接到报警以后民警联谊报案人 然后出警以后在这个地方也是找到了报案人 也确定这个地方是当时的案发现场 民警走访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发现这个监控摄像头有可能拍到这个案发现场的录像 然后民警就调取了这个案发监控摄像头案发时间的内容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结合报案人的描述 北京海淀警方基本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和方式 我们调取现场监控录像 发现就是当时四主正在四环沿线俯路上行走 突然来了一辆灰色的小轿车 停在了四主旁边摇下车窗 把那个四主叫到车窗旁边 然后以这个战友过生日 没有钱买蛋糕为由 来向四主出售一个他们自称是军用配发的一个案件 然后两个人呢相互配合 最终博取了四主的信任 四主最终通过这个微信转账的方式 向他支付了1000元钱 支付完毕以后 就将这个军用案件交给了四主 另外两个人呢就驾驶这个灰色的轿车 逃离到现场 经调查警方发现 两名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 在4月22号到25号这段时间 曾多次出现在北四环附近 据此线索 北京海淀警方很快找到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临时落脚点 当时确定嫌疑人在 攒住地在南四环的一个酒店 当时民警确定攒住地以后 连夜就到了现场进行摸牌 连夜发现 当时当天是发现了 这个嫌疑人所驾驶的咱们嫌疑车辆 经过一月的遁守 在第二天早上八十许 将两名身穿军装 再次想坐乘车进行诈骗的嫌疑人 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郭某 李某 交代了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的犯罪经过 郭某 李某相识于半年前 之后两人通过网络电商 购买了迷彩服 和价值几十元的望远镜 由犯罪嫌疑人李某租车并驾驶 两人伺机选择路人行骗 一般找什么人下手 问啊 跟我年纪差不多 跟年纪差不多 觉得好说话 是吧 找老人吗 老人学生什么呢 丑的是跟我年纪差不多 我是老人 受害人就以年轻人为主 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主要身份就是以在校的大学生 和刚入职的工作人员为主 因为这类人员 这个社会经验不足 可能境地性比较低 比较容易得手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某李某 已将非法所得挥霍一空 两人因涉嫌冒充军人 招摇撞骗罪 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下面这件事呢 还是发生在北京 5月18号傍晚 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在朝阳区双景桥附近 暴力殴打他人 这一过程被过往的路人拍下 这就是被路人拍摄 并上传网络的视频 2018年5月18号18时许 犯罪嫌疑人马某如 和女友驾驶摩托车 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 双井桥西北角时 与骑自行车经过的 事主彭某某因行车 发生纠纷 马某如将事主彭某某打伤 经法医部门鉴定 事主彭某某所上纯贯通伤 面部软组织挫伤 伤情为轻伤二级 随后马某如驾驶摩托车 逃离现场 藏匿于北京房山梁乡 某小区内 期间其父马某德 58岁 北京人 在明知其涉案 藏匿的情况下 为其提供帮助 2018年5月19号 16时午时分许 警方将马某如 及其父马某德招获归案 同时找到事发时 其驾驶的摩托车 您好 回头 回头 微博视频您也见到 我见到 是我 是我咋的 是我咋的 我当时可能就是 就是人意着急嘛 就比较冲动嘛 目前犯罪嫌疑人 马某如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 欺负马某德 因涉嫌窝藏罪 均已被北京朝阳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对于被打者 我就想说 就是还是挺对不住人家的 因为并没有 太过于激烈的怎样 就 反正当时下手挺狠的 就不应该 确实不应该这样 北京警方表示 关于马某如涉及的交通违法行为 将由公安交管部门 依法进行处罚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真是欺人太甚 由社会依法频道 社区英雄节目组等单位 发起的社区英雄 为爱行走大型公益徒步活动 深圳站在5月20号成功举行 社区英雄 为爱行走徒步行走活动 于2018年5月20号 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举行 活动当天 作为首发队伍的轮椅方队 尤为引人注意 他们就是由深圳市福田区 莲花北社区残疾人 康复站站长乌妙春 所带领的残疾人挑战队 大家的精神非常饱满 非常自信的 我们也一样 就是用轮椅也一样能够行走 这个行走是能够引领 我们身后的这么多的爱心人士 跟我们一起来完成一段 非常愉快的旅程 活动以大运中心为 徒步路线的起重点 来自各行各业的 4000名市民朋友 与活动工艺大使 中国跳水奥运冠军何冲 中国羽毛球世界冠军徐晨 一起为爱出发 为支持的工艺项目筹款 并完成徒步挑战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徒步的形式 招募本土及周边城市的 社区英雄 聚合各界资源 推动全民健身 和全民工艺事业的发展 这个活动是一个 全国的大型系列活动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的公众能够通过 徒步这样一种 特别普通的形式 能够跟工艺有更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让他们去接触工艺 了解工艺 进而去关注工艺 和支持工艺 另外5月20号 还是全国助产日 今年这主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当天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在北京举办了 爱心随行一路相伴 2018全国助产日 公益徒步活动 2018年5月20号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爱心随行一路相伴 2018年全国助产日 公益徒步活动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 四川女孩黄思雨 特意从硬秀赶来参加徒步活动 2008年 当时只有12岁的黄思雨 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左腿 以前来北京的时候 都是坐轮椅 就是现在可以穿上甲只 然后行走 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新的起点 就很好的让我 就未来什么的 都有就向上的一个力量 本次活动所筹善款 将用于资助残疾人跑者 参加残剑共荣的活动 四达网上购物火了之后 在网上借钱购物的行为 也很流行 近日在江苏常州 警方就破获了一系列 以虚构支付法花呗 提格为幌子的诈骗案 2017年6月26号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 金潭分局接到一起报案 报案人汪某称 他被人诈骗了8888元 他就说他在网上想 然后跟人家聊天 想提高贷款额度 然后人家就发了一个链接给他 发了链接给他 然后他就点了链接 点了链接之后 发现自己的约有宝里面的钱 没有了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笔钱从汪某支付宝账户 被人转走之后 在网上购买了一批 携程网的礼品卡 警方根据网上资金流动的线索 查到诈骗汪某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梁某和吴某在江西南昌 随后警方将他们两人抓获 通过审讯 民警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 在我们的相关平台里面 进行了串并 发现同类的案件报 我们整个长州地区 当时的6月份就有9起 事案价值将近6万元 民警侦查发现 犯罪团伙依托网络聊天工具 形成多个诈骗群体分工明确 通过手机链接扫码进行诈骗 为了彻底打击这种新型犯罪 长州警方随后成立专案组 围绕此系列案件迅速开展侦查 针对警方对相关数据的调查 支付宝公司以及协程公司 全力配合 主要是技术方面的支持 我们通过天蝎系统 对用户的异常交易行为 以及这些链接 然后进行识别 从2016年5月份以来 我们总共识别的异常交易链接 达到是2万一条 那么试案金额达到是4700亿万元 我们在协程网和支付宝的配合下面 就是通过这些反查 通过数据反查就创建了更多的案件 这个后来我通过我们整理 2017年一来就达到了这个数据期 在这个犯罪链条中 根据作用不同 有着四种完全不同的决策分工 找单手 鸟单手 链接手 以及喜卡公司 而在四个角色中 链接手担任者上传下达的作用 是犯罪链中的核心角色 这两母五母他们是第一层次的 是这两件上面的找单手和秒单手 他们主要负责找受害人 然后对受害人实施诈骗 他们实施诈骗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需要有一条链接 将协议人的钱转化成一笔电子订单 然后将钱洗出去 那么这个关键点就是链接手 他们是在通过QQ群或者微信群 来相互协作 跨地域的来实施这种犯罪 当时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网络的一些分析 就发现了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链接手 照片上的这名男子信息 网民封鱼 他就是警方查到的链接手犯罪团伙的头目 当时在境外 某酒店 长期租用酒店 然后长期的 这个在网上售卖 这个二维码 根据线索 警方在缅甸将封鱼抓获 就是用一些支付平台的这些软件来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利用其他平台 像什么通过买手机 或者是买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把这个变成行李 凤玉说他们是利用QQ群来进行作案的 利润很是可观 因为我这个只是做二维码的 还有一个就是专门负责骗人的 有的时候 多的话一天做个几万 或者是一天做个 反正最低一天做个两三万块钱 这个QQ群呢 是拉拢了很多 秒天蛇跟这个丢单蛇 在这个群里面 他自己作为链接者 在这个整个犯罪链条里面 他是最高端的 他负责给马 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嫌疑人这个电脑上 查获的这个诈骗的这样一个信息 首先呢 这个学长呢 就是骗子 然后他链接者呢 就是链接者 就是我们现在的分局 他跟这个骗子呢 交流完了之后 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马 然后呢 这个奥威马 结完了之后 他会把它给骗子 骗子把它会发送给 给被害人 然后骗子通过话筑 让被害人去扫码支付 骗来的钱 他们基本上就是226 这样这样分 就是可能秒单手是两成 丢单手两成 然后剩下的六成 可能是在那个链接手那里 对于95年出生的风鱼来说 他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赌博 不然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个代价毕竟太大了 因为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差 之前就是因为家里帮我还这个 因为我在家里面就赌嘛 家里帮我还 还钱还得太多了 心里总归有一点不舒服 所以说想自己 就是说当时是想的是 自己想办法赚点钱 我没去碰这个赌的话 也不会到今天这样 风鱼的道案 使得民警的侦查工作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他道案以后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搞清楚了 这个嚣张的图证去哪了 进一步确定了 就是北京那家公司 这个有嚣张嫌疑的这种证据 通过对风鱼等人的审讯 专案组发现 犯罪嫌疑人 我们经过为期半年的时间 组织了三级抓捕 目前为止 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67名 事案之间2000万左右 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到 当地检察机关 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 生产和销售第一大国 目前保有量约两亿辆 然而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 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却不容忽视 日前记者在广西南宁 就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进行了调查 在广西南宁市中华路 有十几家国内知名品牌的 电动自行车专卖店 雅迪专卖店 是其中销量比较大的一家 记者看到这里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种类齐全 各种规格应有尽有 不过店里的销售人员表示 即便是动力最强的电动自行车 他们出厂时的设置 也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最高车速为20公里每小时 不过这名销售人员透露 虽然厂家生产的每辆车 都有限速装置 但同时也告知了他们 简单的破解办法 在销售人员的演示下 只用了不到十秒钟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 所谓限速设置就解除了 这名销售人员透露 采取的解除方法 是生产厂家告知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限速装置 形同虚设 随后记者又对 富士达 红旗 酷车联盟等 六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 进行了调查 发现也都存在着 销售超速电动自行车的现象 时速一般都在 50公里每小时以上 最高的甚至超过了 120公里每小时 最快的是能跑多少的 最快的话120公里 120公里 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 这些专卖店销售电动自行车时 都会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主动解除最高限速 这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的销售 负责人声称 他们销售的超速电动自行车 虽然是超标车 但照样可以通过查验 办理登记 上路行驶 国家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 都有明确的标准 但是很显然 标准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另外按照规定 电动自行车在上路行驶之前 要经过有关部门的 注册登记和发号牌 然而这一环节 国家标准也显然 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为了探求真相 记者跟随一名购买了 超速车的消费者 来到了广西南宁市 电动自行车检测站进行调查 据了解 南宁市每天约有 1600辆电动自行车 办理注册登记 记者看到检测人员主要查验的内容 是车辆的出厂合格证等手续是否齐全 不过并没有检测最高车速这个项目 每小时的车速站在检测范围之内 因为车速是这样子 它要上路去行驶 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车速 是达到多少车速 所以的话对这个的话 我们不进行把关 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负责人 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车速 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 虽然是国家标准的强制性条款 但按照相关的规定 他们也只能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 来判定是否合格 并不能对车辆进行实际检测 记者随后对北京天津等地 市场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也进行了相关调查 发现都存在超速超重等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占事故总数的比例 高达20%到50% 死亡人数占比例20%到40% 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问题 形势十分严峻 5月18号到20号 2018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在四川成都举行 2018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以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为主题 旨在推动全球创新创业资源汇聚 融合对接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新经济展示和交易平台 创交会上 知识产权与新经济融合发展高层会议 围绕知识产权与世界城市创新模式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 促进新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等议题 展开交流探讨 并重点关注如何统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 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 强调坚决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 营造良好的创新和营商环境 幸福工程一直坚持用图片 影像数字文字及多种多媒体形式 给公众呈现即时作品 今年的纪录展近期在北京拉开帷幕 5月18号为了母亲的微笑 幸福工程精准扶贫健康扶贫23载纪录展 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区大千当代艺术中心 正式拉开帷幕 展期将持续至6月21号 作为我国首个以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的公益项目 幸福工程精准扶贫汇集人口142.7万 截至2017年12月31号 幸福工程在全国29个省的825个县落地生根 累计投入资金16.6亿元 救助贫困母亲33.2万人 汇集人口142.7万人 脱贫率85%以上 还款率90%以上 因为遗产 我们见过有太多的亲人反目 甚至是对部公堂 而在陕西的咸阳 有四姐妹自然放弃继承父母留下的遗产 全部留给抱养的弟弟 此举在当地 成为一段佳话 日前 在咸阳市国民二厂家属院 记者见到了提供线索的李茂森老人 他们这么几个太好了 这么几个一直认为 这事情很平常 他们觉得很平常 更新的他们的高尚 可贵 值得大力点赞 在这间70多平米的房子里 42岁的许庆和四个姐姐一起长大 尽管许庆小时候也听说过 自己不是许家亲生的 但是看着对自己百般宠爱的父母 许庆一直没有问 就是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 我也比较喜欢挑食那些的毛病 我爸就拿着东西到外面的小吃摊上去 两毛五分前晚上一碗馄饨给我端过来 我们姐他们就在旁边站着看 我一个人在那吃馄饨 2006年许庆的父亲去世 2015年母亲因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出现了视力模糊和肾衰竭 生活需要人照顾 可是四个姐姐都已成家 只能抽空轮流去照顾母亲 许庆便辞掉工作 回来专职照顾母亲 在母亲患病的那段日子 他才从母亲口中证实自己不是亲生的 透析病人是不能多喝水的 所以我对他这个水控制的 相对来说比较严格一些 但是糖尿病的这个病人 他的又非常口渴 这就弄了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那次闹得特别不好 然后他就说你不是我的孩子 然后你是我抱养来的 你就想对我不好 想折磨我 当时我特别特别难过 特别难过 三年来从一周一次透析到后来一周三次透析 许庆一直照顾着母亲 虽然期间受过委屈 有过艰辛 但是对他来说很知足 直到今年四月 母亲离世 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四个姐姐商量后 做出一致决定 我这丧事啥办完了以后 我们几个就开了个家庭会议 也就是给我弟说 咱妈留了这二十个月工资 包括这套房子 我们还有咱妈的一点存款 我们全部都给你 我们都不要 据了解 许家四姐妹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每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压力 但是他们把母亲留下的十万元存款和房子 全都留给了弟弟 当时我听得特别惊讶 我觉得意外 回下来的话 坐在那想一想的话 觉得不能这样子干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 因为我妈生了五个孩子 就算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但是我妈养了五个孩子 我不能一个人就把这些东西独吞了 我想就给你们四个人 一人打一个镯子 金镯子 然后就当咱妈给你们留的礼物 就一个念想 母亲去世后 许庆和四个姐姐约定 建了一个家庭基金 并且相约 至少半个月要在家里聚餐一次 虽然父母不在了 但他们希望彼此间的亲情会一直延续 真是让人非常感动 下一条 近日一辆非法改装车 在福建莆田招摇上路 被民警查个正着 民警现场查获的时候 居然发现 他的车和他的家中 都是别有洞天 日前 莆田城乡交警大队知情人员 在梅园路巡逻时 发现路旁一辆轿车的底盘 轮胎 车灯等 都存在着明显的改装迹象 经现场检验 民警发现 这辆车的车身颜色 发动机 排气管 电路等部位 均被非法改装过 此外还加装了 仪表盘 爆闪灯及尾翼 这些改装车上路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比如涉及电路改装 容易留下火灾隐患 如果是改变发动机 会影响到车子的安全性 在检查的过程中 车上的一个警用枪套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决定到正母家中检查 结果发现了大量的仿真枪支 镜钱及刀刃开封过的 日本五十刀等器具 对这辆车的驾驶人 我们将依据附近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法办法 给予1500元罚款 这辆车的其他违反行为 我们移交龙桥派手 进一步审查 建议在广东佛山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交警前来处置时 居然遭到涉事人员的辱骂 甚至殴打 这些人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近日在广东佛山 交警处置一起 两辆摩托车相撞事故时 居然遭到涉事人员辱骂 甚至殴打 交警到达现场时 情况比较混乱 询问谁是肇事司机时 无人应答 此时见到卢卯正坐在 其中一辆摩托车旁 而且身上有酒气 就上前了解情况 而卢卯就表现得很不耐烦 这个是我们主管的车 他跑了 他跑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我干什么 我知道 我先了解情况 你别走 我们主管在前面 那你请你别拉 好不好 我不拉 我不拉 我先了解情况 当交警耐心解释 要对卢卯进行酒精测试时 卢卯情绪更加激动 你打我是吧 你打我 不能打 别动 别动 不能打 不要动 我抓住你 随后卢卯被依法刑拘 经审讯 卢卯其实不是司机 据他自己的说法 暴力袭警的原因 也仅仅是酒精的作用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神力中 近日上海交警在巡查时 发现一辆疑似的超载面包车 经过拦截检查 何载六人的车里边 竟然坐着17个人 当时看了一下这辆车的行驶证 何载是6人 然后自己数了一下 这个车上10载17人 超了大概11个人 更让交警无奈的是 司机在被查获之后 竟然企图通过贿赂交警 来免去处罚 走啊 我现在坐在 发那块 是 发好 发好 该发款就发 发好 我全部录音录像的 我跟你说不要找麻烦 最终这名司机被处议罚款200元 即6分的处罚 近期啊 伴随着气温持续升高 在位于陕西榆林境内的 洪简闹国家级的 湿地保护区 成群结队的宜欧 来到这里边觅食 筑巢 繁衍后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